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又能够再次来到祂的圣殿里 敬拜祂 那我们这一系列小仙之书的信息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了 不知道你透过这一连串小仙之书的信息 你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 你对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又有什么更深的认识呢 那今天在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牧师分享哈巴古书之前 我们要先来想一想 到底小仙之书的信息 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新约的时代 小仙之书的信息仍旧有效吗 所以如果你方便 我邀请你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投影片上的这段经文 这是新约时代的小仙之书信息 我们一起来读投影片上的经文 请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勇余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 他从历史 从以色列 从开天到现在 他都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今天我们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他是万国万邦的主 所以请你深吸一口气 预备好心 因为我们的神是万国的主 所以不管你会不会唱到饶舌 但是就尽情用力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高举双手 然后可以跳起来 因为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 在他 Nothing is impossible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Because you keep me Nothing is impossible Do you My nights are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I am living m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你们还适应吗 我觉得你们很棒 所以接下来有更多的英文要来唱哦 我们要宣告我们不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感觉 要住在他的里面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Sit down high I know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nything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But with you I can do all things I can do all things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Through you Find my soul of death Strongholds are broken I am living my faith I am living m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w 你們很棒哦 再一次我們要再唱的時候呢 你應該更順口了 所以我們可以再次宣告 在他的里面 凡事都有可能 把你的男出 帶到他的面前來宣告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I know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 know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Through you Through you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But it's you who give me strength Some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Through me Why am I an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I am living m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w 只有這樣宣告還不夠 因為它是我們信心的源頭 它是我們的標杆 所以預備好了嗎 我們要有信心來宣告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來 I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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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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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I believe in you 拒絕一种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Through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把最大的掌聲推給我們的主 Hallelujah主要我們讚美你 讚美你因為你凡事都能 主要讚美你因為在你的裡面 我們的生命可以被更新 主要瞎眼能夠看見 主要那時候滾綁 受壓制的能夠得自由 讚美你是我們的救主 讚美你也是我們的天賦 你時刻與我們同在 我們要無助的永遠的來敬拜你 美好的救助 患難時刻 你是會時的幫助 你時刻的平安 勝過這世界 你深深刻 你不怕任何風浪 心事的天賦 看過我心裡 看過我心裡 是我能夠的堅固 你照亮我道路 引導我的腳步 我全部生命都願勝負 我要永遠敬拜你 在我生命中 你永遠都是唯一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我請要救主 有誰能夠叫我與你分離 我要補助盡拜你 我要補助盡拜你 願你永遠能 喜悅我的生命 求你滿足 我的渴望 願你永遠能 喜悅我的生命 求你滿足 我的渴望 當我們稱祂是救主 就代表我們需要被祂救 當我們稱祂是天賦 信實的主 我們就知道 我們需要有人可以依靠 祂是信實的天賦 是美好的救主 在難處裡 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帶著感謝的心 敬拜的心 帶著贈送祂信實的天賦 信實的天賦 看顧我心裡 是我能夠的天賦 你照亮我的道路 引導我的腳步 我全部生命 永遠勝負 永遠敬拜 我要永遠敬拜 你 在我生命中裡 永遠都是唯一 沒有人能夠的天賦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我欺負救主 我欺負救主 有誰能夠交我 與你分離 我欺負救主 我要付出的敬拜 我要付出敬拜 你 我欺負救主 我要付出敬拜 你 所有的來敬拜祂 我要永遠敬拜祂 我要永遠敬拜祂 在我生命中裡 永遠都是唯一 沒有人能夠取代祂 我欺負救主 有誰能夠交往與祢分離 我繞不出擊拜祂 願祢永遠的 祈願我的生命 祝祢滿足 我的客人 願祈願 跟隨我救主 求祢滿足 求祢滿足 我的客人 願祈願 跟隨我救主 每當你在唱跟隨的時候 你有想過跟隨的意義嗎 跟隨需要有一個目標 跟隨需要有勇氣 跟隨需要專注的心 跟隨代表你必須決定 你就是要走在這個方向 不後退了 不害怕 繼續往前走 跟隨需要有意向 求主 求主再次地用聖靈與火為我們施行 讓我們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著聖靈的能力來跟隨主 用聖靈與火為我施行 讓我充滿天上的能力 讓生活燒盡 讓生活燒盡 寫情和肆意 因為我願為你去 成為我的一項榮 要救主 讓萬國的榮華 幾一都失色 自我勇敢的心意 自我勇敢的心意 無畏懼 因為我願為你去 定恨守 定恨守 你我前行 我只願和你心意 看萬事為此事 守苦為消息 靠你的恩典站立 靠你的恩典站立 定恨守 你我前行 我們帶著祷告的心來唱 請姐妹先來唱喔 姐妹來 用神靈與火為我施行 讓我充滿天上的能力 只願我守護你 只願你我守盡 寫情和肆意 因為我願為你去 弟兄來 成為我的意象 成為我的意象 讓榮耀救主 讓萬果的榮華盡 都失色 其我勇敢的心意 無畏懼 為我願為你 求主的定恨守 依靈我們 定恨守 依我前行 我只願 和你心意 和你心意 看萬事為損失 受苦為消息 看歐滴滴的恩典站立 靠你的恩典站立 靠你的恩典 靠你的恩典 依我前行 和你心意 我只願 和你心意 看萬事為損失 受苦為消息 靠你的恩典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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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耶穌的粉絲還是門徒 粉絲也是會跟隨的 但是粉絲跟隨偶像 耶穌的門徒 跟隨耶穌的教宗 耶穌的門徒 效法耶穌的生命 求主用神聖的愛 來融化我們 用祂的火來熬靈我們 神聖的火 神聖的火熬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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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的愛 融化我 神神的火 熬戀我 神神的使命佔有我 神神的靈 引力 主啊 使得來充滿我 神神的愛 融化我 神神的火 熬戀我 神神的使命佔有我 神神的靈 引力 用最大的坑木來說 主啊 求你的愛來融化我 神神的愛 融化我 神神的火 熬戀我 神神的使命佔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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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神神的靈 愈能對我 蒯汽犴有我 神神的戀愛 靠祢的恩典站立 靠祢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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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愿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坚定信靠和跟随你的人 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敬拜 尾声 绝志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把时间交给四会 会众仍然站立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告白信仰 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实行审判和拯救 阿们 从圣灵同态 由同圣灵阿里亚将身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 就是能源救主天主基督 现在阿们的守护 丁死 压死 护活 当先的上帝的人态 护护 使我们与上帝护活 阿们的灵就是圣灵 主在我们的中间 自能灵使我们台湾民众所见证 直到主在海 我们心 圣灵是上帝所行事的 离开祂的救赎 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备了 我们心 教会是上帝自己的环境 我们到来宣传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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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根据我们的 根据所有的祝语 从我们的爱与守护 和成为安保的几乎 我们心 能借着上帝的恩典和悔改 对着圣灵 以先生和爱与先生的生活 为荣耀的上帝 我们心 上帝赐别人有罪恋 还能提相助 使人有罪与他长大 不得人 还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能有社会 政治 与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 科学 也有追求真正的心 但是能有罪 不用这些恩赐 或败等 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能够让你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还要使人从罪恶中的失法 是受压迫的人的自由 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創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福度 从来同意平安与喜乐 阿们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有张艺伦弟兄要来为我们做见证 相信你们对他不会很陌生 当你打开教会的门时 你有时候会看到他就坐在那边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好 我是张艺伦 目前在教会办公室工作 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经验 我是第二太基督徒 从小就在和平教会长大 所以在主律师的教育下 然后熟悉了各种圣经中的故事 帮助我在早期对圣经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 另外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教会的儿少乐团 也就是现在的萨姆尔乐团 从一开始的练习乐器到现在懂得服事的意义 当然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十多事 各样社会上的不公义 让我怀疑上帝是否真实的存在 但感谢上帝的保守 让我在升大学前的暑假 离大概现在有五年左右了 2012年的时候 让我参加教会所举办的泰国短宣队 在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开了眼界 实际体会到上帝在世界上所做的功 让我知道无论是在何处 上帝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 透过那次短宣也再次坚定了我的信仰 我在信仰的生命中学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耶稣基督被抓之前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他的最后一句 我们人在世界上 常常会遇到十多的困难与不如意 也会借由向各方神明去祈求 事情能够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再去判断说 这个神明到底有没有效 到底应不应验 但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努力 都是为了活出基督的样式 而事情的发展结果 则是交由神去决定的 我们的神他知晓我们一生的道路 也会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 因此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 应当祈求在苦难中 有上帝的保守与支持 使我们坚强 并相信上帝各样的安排与美意 使我们在生命中 更感受得到上帝的爱 大学毕业后 我开始寻找工作 但是总是不太顺利 刚好遇到教会干事 是因为自己的人生规划 而离职的时期 因此我就试着应征这项工作 感谢上帝保守 也顺利的录取了 教会从智慧的场所 变为我的职场 总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 但也求主赐给我能力跟爱心 能够为主做工 让我透过这个职位更加成长 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一伦弟兄为我们做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这位青年从小在爱族的家庭成长 从小在教会出入 我们仿佛是看到一棵小树苗被栽在溪水旁 有着丰盛拥流不息的泉水灌溉着他 一轮从小伴随着他长大的简易的儿童圣经故事 一直到今天 这些圣经的话语是他智慧的开端 走在神话语所铺张成的道路上 愿他的脚步更稳健 这一棵长大的树会按时结果子 不同的时候结不同的果子 在适当的时候结适合的果子 他的叶子是丰盛的 让他年轻的生命岁月是丰盛活泼 荣神义人 祝福他目前的教会职场工作 愿他手做的工作也尽都顺利横通 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 我的手头没有新朋友 所以呢请各位 我们向左右前后至少五个人 我们跟他say hello握个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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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有了 我的新朋友有好几张 来第一位是饶宜静 女孩子 来 哇 ok 谢谢你 请坐欢迎你 再来下一位是钟采琴 姊妹 ok 欢迎你 ok 这也是师范大学的学生 那刚刚的这一位是淡江中文四年级的学生 ok 再来一位是顾余婷姊妹 what's up 颜婷ok ok 是师范大学的学生 欢迎你们 ok 再来一位是余佳荣 余佳荣也是师大 台师大的学生 ok 再来一位是苏语 男孩子 good 他是艺术大学的学生 我们非常欢迎你 呃 待会我们在V1有午餐招待 请你们一定要留步下来 呃 我们招待的童工 请你们一定要带他们到楼下去 享用我们的爱餐 ok 谢谢你们 thank you 好再来 我们一个消息的报告 你也可以看我们夹夜的周报 第三章 呃 就是待会我们 这一堂结束以后呢 我们会举行一个消防的演习 那会有听到消防广播声音的时候呢 我们要听后办公室消防 呃 防 防卫编组指挥 我们尽量的疏散到一楼 那你签个名 这个完成 这个消防演习就完成了 ok 第二项 呃 我们9月2号起 连续三周初刊12小先知的选择题 那我们鼓励会有配合乐活读经的进度 复习各一呃各卷的内容 除了周报假夜之外呢 同步会有透过网路的表单问答 请你们选择一项参加 活动将于10月14号结束 呃 届时会公布答案 并且从参加中抽出幸运者赠送小礼物 第三项 我们的和平关怀站 我们的和平关怀站在10月9号星期二 要举办基隆海科馆之旅 费用是850元 名额有限 呃 详细行程与报告 请洽教会的办公室 你要收到报名费才算完成报名 我们将会在新生南路口的 呃 清真寺的大门口 八点半 在那个地方集合 还有呢 下个主日是世界圣餐主日 是这个World Communion Sunday 呃 普世的基督教会透过圣餐礼拜 共同纪念主耶稣基督爱与救赎之恩典 请弟兄姊妹们预备心来攻守圣餐 我们今年的北二驱事决议 众教会自行举行 然后我们所说的这个奉献呢 会奉献给一个叫西湾路教会 还有博爱手语教会 还有以斯拉的查经班 是由我们的正级长老所带的 是在10月14号上午的8点45分 在六楼的第三个教室 这是给退休的人参加的 OK 谢谢 以上报告 慧众请起立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布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感谢你吹出我的心 我的脚步 来到你的圣殿 将此时刻分别为圣 祈求主 按尽我的心 放下我的iPad 我的iPhone 打开我的耳朵 倾听你的话语和教导 打开了我眼睛 单单仰望你十字架上的容美 打开我的口 用诗歌送在你 甚至我的鼻子 所闻到的是弟兄姐妹 所散发出的关怀爱的气息 主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多么的期盼 世界能够日趋和平 但我们很遗憾的都知道 这世界的许多角落 仍然有各种不可思议的纷争 残杀 暴乱 阴谋正在进行当中 主 如果是你的旨意 你必兴起有智慧 勇敢正义的领袖 突破难关 拯救无辜的子民 重新再新建自己的家园 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地上 这时我们要为教会肢体来祷告 主 我们了解自己是易碎的瓦器 若不是你的恩典 我们的健康心灵的平安 从何而来呢 因为你是创造生命的主 也是医治生命的上帝 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手中 感谢你与我们同行同在 软弱时你大能的绑壁扶持 失落时你私下安慰 绝望时让我们看见盼望 当我们孤单寂寞走不下去时 你呼唤我们的名字 因为你爱我们 你总不离弃我 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名为一位 在创起地区冒着数不完的阻扰 甚至生命威胁的宣教师James跟师母来祷告 目前他们夫妇俩的身体都需要有好的医疗 主他们是侍奉传福音的辛苦的传道师 他们的脚中何其的不容易 愿主施恩怜悯 让他们早日的康复 与他们同行度过每一天每一时刻 我们也为我们所关怀的青年俊佑牧师 师母所在的小小南原教会祈求 天父的扶持 我们是期望透过幸福小主 会有能够更坚定的自己的信仰 与主更亲近 与人相处更和谐 更激励人心的是 南原教会正在增长当中 主 若是合你的心意 你必为他们预备一个好的场地 给他们这一些他们所必要的 我们为这一些献上感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期待自己的教会 也在健康的成长中 感谢你我们有舒适安定的场所 但是我们更需要在事工上加强 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 为此特别为今天下午的牧养部门会议代求 愿主尝试智慧能力创意 谦卑的心给儿亲 亲壮成人部门的同工 让教会各年龄的牧养没有断层 也没有一人失落 主愿你聆听孩子的祷告 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慧众请仍然站立 让我们用感谢的心来唱这首奉献诗 表明我们对上帝全人全身的奉献 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我来读 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末世 你们要向列国观看 注意看要旌旗再旌旗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有一件事发生 尽管有人说了 你们还是不信 看哪我比兴起迦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霸占部署自己的住处 他威武可畏 审判与威权都由他而出 他的马比暴更快 比晚上的野狼更猛 他的战马跳跃 他的战马从远方而来 他们飞跑如鹰急速抓食 都为施行残暴而来 他们脸面向东 聚集俘虏 多如沉沙 他讥笑猎王 嘲讽领袖 撕笑一切堡垒 推土 供取他 那时他如风猛烈 扫过 他背叛 显为有罪 他以自己的力量为神明 耶和华 我的上帝 我的圣者啊 你不是从根谷就有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 你派他为要审判 磐石啊 你立他为要惩罚人 你的眼目清洁 不看邪恶 也不看奸恶 为何你却看着人行诡诈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 为何你保持沉默呢 读今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 又遵行的人 今天我们亲爱的博文牧师 带给我们的信息是 一人因信得生 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牧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哈巴谷的祷告 在哈巴谷 他的内心 他时常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正义 哈巴谷期待他 能在他所处的 这个犹太的地方 他期盼上帝的公义 能早日的彰显 每天在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台湾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之中 都有许多的事件在发生 等一下牧师会放一些图片 不晓得这些图片 是否会扎到你的心 有一个叙利亚海难的小难民 当他们从叙利亚避难的时候 他们淹死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ISIS圣战士 他们曾经席卷整个中亚 在海龟的鼻孔 有吸管 在海鸟的肚子 都有很多的垃圾 台湾的山林被破坏 南台湾前阵子的大淹水 日本北海道的大地震 日本关西机场台风的因素 而桥被船撞断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在我们所处的地球 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 整个国际的局势 整个台湾的社会 动荡不安 处处发生许多不公义的事情 这些事情 上帝让你看到什么 这些事情 上帝有要你做什么吗 当哈巴古先知 他看着许多上帝所疼爱的百姓 正生活在痛百般的痛苦之中 他们的国家 犹太国 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持续在发生 哈巴古先知 向上帝呼求说 耶和华上帝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呼求你 你还不拯救 哈巴古先知 他知道整个事件 都没有朝着正向发展的迹象 他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 他的内心非常着急 但是大有能力的上帝 却好像是隐藏一样 完全看不到上帝的作为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的生命遇到了困境 牧师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 有许多要问上帝的问题 当你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上帝却都静默不语 上帝都不回应你的祷告 你是否就会失去你对上帝的信心呢 牧师今天邀请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哈巴古一起来学习 上帝他是如何陪伴引导带领这位忧国忧民 这位眼光有限 他只看到眼前的困境的哈巴古 他是如何通过与哈巴古先知多次的对话 通过耐心上帝耐心的陪伴以及引导 让哈巴古先知他愿意屈膝 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献上感恩忏悔祷告的历程 请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悲哀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 以你是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如同我们的父母一样 你倾听我们内心忧伤难过的汗 纵使我们生命经验不足 纵使我们目观短浅 我们所看的有限 我们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内心很着急 我们会大声向您质问说 上帝啊你在哪里 我们为我们所听到的事向您抱怨 上帝啊你怎么还不出手 我们如同忧伤难过软弱无助 哭泣到无力的小孩 我们快步跑到主您的面前 感谢太天父上帝 你总是很有耐心陪伴在我们的身旁 你总是伸出温暖的背膀 紧紧拥抱我们 轻轻温柔插去我们的泪水 告诉我们 我一直都在你们的身旁 我一直都与你们同在 放心整个世界我仍在掌控中 整个局势仍在我的手中 你要忍耐静静观看我奇妙的作为 感谢天父上帝 您是如此回应我们无助哭喊的祷告 我们如此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来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七八九月我们三个月乐活足今的进度 都是在读十二小先知书 教会牧师的讲道信息 也都是环绕在这十二小先知的范围之内 牧师不晓得您通过这十二位小先知 您学习到什么 牧师有非常深深的感受 上帝他通过这十二位小先知 并不是因为他很瘦或者是因为他很胖 只是他的经文比较简短 上帝通过这十二位小先知 他们在他们生命的过程之中 在他们生命的历程之中 他们是如何与上帝相会 他们是如何与上帝摔角 他们是如何通过上帝的引导以及带领 让他们重新再次认识上帝 牧师今天要通过哈巴古这本书 来跟我们互相的提醒 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值得我们好好来阅读的一本先知书 整文的哈巴古书 他清楚记载先知哈巴古与上帝之间的对话 先知发问上帝回答 通过对话通过相互摔跤的过程 最后哈巴古先知 谦卑顺服来到上帝面前 跟他献上感恩的祷告 首先让我们好好一起来认识这位先知哈巴古 在希伯来文的字跟哈巴是有几个意思 就是拥抱 紧紧的抱住 或者是热切的怀抱的意思 先知哈巴古他在百般的困境之中 他用信心的背绑抱住上帝 并且是紧紧拥抱不放 哈巴古先知他紧紧抓住的是上帝 而不是其他的人事物 虽然哈巴古先知他面对许多的困境 让他非常的担忧 让他非常的怀恼 但是他所选择的 是把他内心的难处 带到上帝的面前 来跟上帝发问 向上帝呼求 哈巴古先知他也被称为 是提问的先知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跟上帝发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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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上帝啊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吗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初代教会的教父伊隆米他曾说 整本的哈巴古书记录哈巴古先知 他紧紧拥抱上帝 他跟上帝在摔角 他在信心的困惑之中 挣扎的心路历程 教改时代的前辈 马丁路德他也曾说 哈巴古他是一个拥抱人的人 他将人紧紧抱在他的怀里 他拥抱他的蓬包 将他拥抱在怀里 来安慰他们 来扶持他们 来鼓励他们 如同父母拥抱着哭泣的小孩一样 让他们可以安静下来 并且向他保证 如果上帝愿意 一切都很快会好转 哈巴古先知他不仅仅他 一直跟上帝呼求 哈巴古先知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不断通过祷告与上帝来对话 他不断通过祷告来聆听上帝 为要对他说的话 第二哈巴古先知也是一个买枪热血 他关注社会国家议题的先知 在哈巴古先知他所处的这个犹太国 是一个充满混乱不公不义的世代 短暂约西亚王在政治以及宗教上面的改革 当约西亚王他在米其多战场的战败逝世 整个犹太国一切又回到原点 继承他的儿子约亚敬 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 全国上下上上下下都不敬畏上帝 崇拜巴利亚瑟拉女神等等的偶像 导致整个犹太社会快速的衰败 道德沦丧 整个国家处处充满着不公不义 还有许多暴力的事件 这就是当时候哈巴古先知他服侍犹大国的情景 上帝让哈巴古先知看到社会许多的乱象 上帝更激动哈巴古先知他的内心 让他的内心搅动不安 他不仅仅担忧国家未来的前途 他更忧心上帝所疼爱的百姓 因此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 向埋怨上帝你做的太少了 上帝你怎么容许恶势力如此的猖狂 上帝你怎么一直是静默不语 怎么一直都不见上帝有所行动 上帝难道你是睡着了吗 第三哈巴古先知他非常诚恳的将他内心所想的 在跟上帝争辩以及抱怨 哈巴古先知他跟上帝哭诉 在犹大国的境内有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问耶和华上帝你还要容忍到什么时候呢 你何时才要惩罚他们呢 爱我们天父上帝他非常有难心 倾听哈巴古先知他的抱怨以及他心中的不满 若我们细心阅读哈巴古书 哈巴古先知与上帝之间有非常精彩的对话 我们会很期待我们就如同在看一部高潮迭起的连续剧 武侠小说或者是推理的小说 我们会很期待我们会想了解想看到整个剧情的发展到最后是如何 哈巴古先知他虽然上帝静默不语 虽然上帝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感到困惑 但是他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提出他的问题 他问耶和华上帝说 当上帝他没有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还会祷告吗 当上帝没有针对我们所求的有所行动的时候 我们还会继续祷告吗 各位弟兄姐妹 这只有当时候哈巴古先知他所面临的问题 上帝他并不是没有看到邪恶之人所做的恶事 上帝也并没有听到那受到迫害的百姓 他困苦呼求的声音 有 上帝他都有听见 上帝也都有看见 上帝一定会采取行动 而且他会很严厉的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通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 牧师邀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项非常重要的信仰功课 上帝他非常有耐心的跟哈巴古先知对话 上帝通过对话来开阔哈巴古先知的眼界 哈巴古先知这本书总共记载了两段 上帝与哈巴古之间精彩的对话内容 第一段的对话 哈巴古先知一直向上帝询问他内心的疑惑 因为上帝并没有马上惩罚罪恶之人 因此先知向上帝询问说 上帝啊你为何不听我的祷告 你为何静默不语 上帝啊你为何不理会罪恶 放任罪恶猖狂呢 上帝非常有耐心回答他的提问 上帝表示他的沉默并非他的不知和不理 乃是他正在预备向作恶的人实行严厉的审罚 上帝说他将要行一件难以自信的事情 第二他将要兴起迦勒底人来执行他对犹大的审判 刚师会的执事在念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经文详细记载上帝所说迦勒底人的残暴 上帝表示这样子的面临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怕的 经文同时记载上帝和哈巴古先知第二次的对话 虽然上帝解答哈巴古先知第一次的问题 但同时又产生另外一个更困难存理的问题 就是公义又圣洁的上帝怎么会使用一个 比犹大国更坏更恶的国家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是什么人 就是未来的巴比伦帝国来执行上帝的审判 所以先知又问上帝你用更大更罪的国家 来审判你的百姓吗 上帝啊你容许他们的强暴和他们的残酷吗 上帝明明白白告诉哈巴古 他并不是不知道加利底人邪恶的本性 上帝将来仍然要预备要加倍的来刑罚他们 上帝向哈巴古先知保证 上帝对巴比伦人的审判必要临到也不延迟 上帝最后必更以更严厉的审判来刑罚巴比伦人 各位弟兄姐妹 当上帝决定要兴起加利底人 让巴比伦来成为大国 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工具 来成为上帝惩罚耶路撒冷的工具 上帝对先知说 这就是我目前在做的 我并不是静默不语 我并不是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我正要兴起巴比伦帝国 只是你还不知道 只是你目前没有看到 你自己只看到耶路撒冷所犯的罪 你要把你的眼光泛远 不要只看现在 有个小小的加勒底 正在东方逐渐兴起 上帝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惩罚悖逆的犹太百姓 当时候哈巴比伦先知 他的心中的疑惑 上帝给他五项的回应 第一 你的眼光要再放得宽管一些 第二 我要做的事 你将会大大的感慨意外 不是目前的你所能理解的 第三 我已经安排的事情 在你有生之年将要发生 而且你必要看到 第四 我尚未说出我要做什么 因此你不会相信 第五 我已经开始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没有看到 通过哈巴古先知与上帝之间的对话 让我们学习两样的功课 第一 是时间的问题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 并非是我们人所能明白以及理解的 上帝他并非不是不顾 或者是纵容作恶的人 而是上帝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第二 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 仍然是在上帝的掌控以及计划之中 并不是目前的我们所能明白以及会议的 上帝的公义将在最后历史的作为之中 来彰显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以及不足 因我们所看的视野不够宽 不够广 我们的眼光短浅 因为我们所站的位置不够高 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不足 因为我们常用自己有限的经验 来看整体事件的发展 因我们更常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 自以为我们所想的是对的 我们最有经验的 因此我们无法体会 无法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如同当年的摩西 虽然年老的摩西 他没有办法进到上帝应许 所要赏赐给以色列百姓流奶与蜜的迦南地 但是上帝却带着摩西 上到尼泊山的山顶 让摩西可以眺望迦南地 可以开阔摩西的眼界 让摩西用他的眼睛 也可以看到上帝那丰盛的应许 当上帝带领我们每个人 到了属灵的高山上 我们将看得更高 我们也将看得更远 我们更能懂得上帝 他那美好的心意 以及上帝他那完美 无瑕疵的计划是如何 哈巴古先知与上帝之间的对话 就如同实际生活之中 有许多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对话 我们时常在跟我们的父母争辩抱怨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个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个 在拉扯与冲突的过程之中 我们总是有我们自己的理由 我们想要坚持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我们总认为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们的经验足了 我们能自己做决定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常常只能用 我们能了解的话语 告诉我们 我们尚未明白的事情 许多人都很想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更想知道 未来的路我们要如何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有够强的心状 来承担上帝要告诉你 将来要发生任何的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托仰望的功课吧 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确信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 对我们的和平教会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以及安排 让我们用全然交托不畏惧的心 来勇敢踏出坚定的步伐 让我们可以用更开阔的眼光 来注目观看上帝那奇妙的作为 接下来我们有几幅的图 我们大家慢慢来看 牧师邀请我们一起来看 牧师也要问你 你看到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好 群也很抱歉 牧师在跟你说明 原本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公鸡上面的一个机关 最后它是一个在公车站牌的一个广告 这是一本绘本 书名叫Room 就是小镜头外的大世界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野是如何的有限 我们常常只是用我们有限的眼光 来看我们 我们为我们所看到的图画来定我们的界限 愿上帝能帮助我们每个人 能开阔我们的视野 来扩张我们的境界 在我们所处的教会事工 在我们许多担心烦恼的事上 在我们许多未知的领域之上 我们都能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组合 整本哈巴谷书让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 他虽然在缺乏困顿之中 但他仍然因爱他的天父上帝 他欢喜快乐 通过上帝非常有耐心的 与哈巴谷先知的对话 哈巴谷他不再用他前端的眼光 来看整个局势的发展 原本与上帝争辩不修的他 现在满有平安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之中 原本跟上帝大吼大叫的他 现在跟上帝唱出赞美的歌声 原本非常不耐烦 一直在问上帝啊 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的他 现在耐心等候 很有耐心在等候上帝奇妙的作为 原本祈求公义 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 现在祈求怜悯 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原本心情低落难过 现在心情振奋赞美 哈巴谷先知他回顾过去 上帝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 走过许多艰辛生命的历程 以及他多次的与耶和华上帝 这段时间与他的对话 哈巴谷先知他恢复了他对上帝的信心 哈巴谷先知对上帝的心意以及计划 有了新的认识以及了解 所以他的祷告从抱怨 呐喊的祷告变为谦卑祈求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哈巴谷先知他清楚明白 若残暴的巴比伦帝国攻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残酷的巴比伦帝国将不会留下任何有生命的攻击 所以哈巴谷先知他在三章十七节 提到他自己非常深切的信仰告白 我们一起来念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各位弟兄姐妹 哈巴谷先知说 就是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 虽然我赖以为生 所有一切都将要失去 但是我仍要因我还有疼爱我 保护我 救赎我的耶和华上帝 我在一切的苦难之中 我仍然要信靠耶和华上帝 因为耶和华上帝他会拯救我 所以我要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如此的信仰告白 如同使徒保罗 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他所做的宣告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不论外在的环境多么的艰困 使徒保罗以及哈巴谷先知 他们都能因救我的上帝欢喜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 牧师要请问你 因救我的上帝欢喜快乐 你已经经验到了吗 你已经体会到了吗 请我们一同来祷告 只要我们天父上帝 虽然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 我们曾经历许多坎坷的生命历程 但是感谢上帝 你是引导我们 保护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恳求你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你 如同哈巴谷先知一样 因我们所要经历的一切 都是主你所允许的 我们要在一切的试炼过后 我们相信主你 避我们开辟了新的出路 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我们更可求主您 帮助我们彼此扶持以及帮助 来见证主你的荣美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愿我们每一个人 你所疼爱的儿女 我们都有更大的信心 可求主你帮助 在我们中中 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患难 面临痛苦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以学习哈巴谷先知 虽然我们看到哈巴 看到无花果树不发望 但是我们要仍因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来欢喜快乐 恳求您帮助我们 恳求您祝福我们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来求 阿们 哈巴谷书里面 还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叫做 一人必因信得生 一人必因信得生 考试一下 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英文诗歌里面 有两句歌词说 I'm not gonna live by Face No no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 就是我不是靠着我的眼见 不是靠着我的感觉来过活 哈巴谷刚开始 拥抱了许多的痛苦的感受 但是后来他选择拥抱上帝 就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拥抱着一些难过 或者是感觉 就像牧师给我们看的 那个绘本的故事一样 我们要来拥抱 那与我们同在 拯救我们的上帝 来 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旧恨使我盼望 虽然了书不效力 也许葡萄书无结果 莫然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 再次宣告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旧恨使我盼望 虽然 虽然干了书不效力 也许葡萄书无结果 果然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 所以我要怎样呢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无论何事或不何事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见你与你 我心见你与你 每天赞美不已 我要赞美 要无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那神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志 我们再从头来唱 弟兄先来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 是我力量 祈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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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 祈祝你喜乐 虽然干了书不效力 也许葡萄书无结果 祈祝你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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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 无论何事或不何事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见地与你 每天赞美不已 我要赞美 要无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那神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邀请大家来祷告 信仰是一种选择 信仰也是一种诠释 你选择如何面对你的难处 你选择如何诠释你的难处 哈巴谷选择用喜乐 用赞美来诠释他的难处 好吧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也许你现在有困难 也许现在有过不去的地方 除了哀哭 除了埋怨 除了问上帝为什么以外 你要不要尝试地说 主啊我来赞美你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终于他的心境 感谢你们说的 咀嚼 可以许有叛华 主要我赞美你 主要是得以首先 有点亮 甚至分次来 甚至要属于 任何人 我和自和人一起 都祝你 知道你会在那里 不及时的想法 他们这些 人的心得 这样的对方 要掀 aan avoir用 crucial 也会 呢 支撑上帝 帮助 那我们再去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无论的是 我不得是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见你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因为你是永远得胜的君王 你是永远得胜的君王 主啊 帮助我们不要凭着感觉 不要凭着我们所看见的而生活 因为我们的眼光太有限了 主我们能看见的太有限了 但是你给我们信心的眼见 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眼界之外 有那位永远得胜 永远掌权的君王 继续在天地之间彰显你的国度 彰显你的旨意 谢谢你 我们信靠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请牧师助导 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祀福 你们可以平安出去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示 除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帮助 与你们众人同在 一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 待会牧师或长老会为你祷告 那记得我们一点半有消防演习 所以大家不要乱跑 然后等一下就是往一楼疏散移动 然后签了名你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好 那个五楼的祷告是在我们消防演习的时候会关闭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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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